公元554年,魏叔一经问世,立刻就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不但遭到众多朝廷大臣到齐宣帝高阳那里告欲状,更是被冠以会使的恶名。 一时间熟悉北魏修国史历史的人,眼前立刻就浮现出105年前那场影响巨大震惊全国的国史之遇惨案,三朝元老崔浩就是因为编撰北魏国史,最后被国主拓跋涛不但满门抄斩,而且株连五族负责编撰魏叔的中书令兼著作狼卫收,虽然受到朝廷大臣的猛烈抨击,但是最后不但毫发未伤依然受到重用,反而是攻击他的大臣们却都被关进了监狱。 同样是编撰北魏的国史,同样是被群起而攻之,为什么为北魏立下无数功勋的三朝元老崔浩就被一代民主拓跋涛给株连五族,而魏收却可以在一代暴君羔羊的屠刀下全身而退,毫发无伤呢,揭开历史的阴影,这里是胜历史,欢迎订阅观看。 从最初邓渊的代计开始,中途借力的崔浩郭书,到最后魏收以魏叔结束的北魏国史马拉松比赛中出现同样的危机,为什么却是完全相反的处理结果? 特别是同样都在执行,国主亲自下达一定要根据事实撰写的标准,崔浩和魏收也都完全遵照执行,但是,结果却是一代民主拓跋涛将崔浩一家满门抄斩,并诸连五族。 而魏收却在一代暴君羔羊的魔爪下,有惊无险,照常上班,魏收到底有什么背景,即使是被朝中大臣集体揭发,作品在当时就被称为会使,也没能影响他的政治前途,一代暴君羔羊为什么会对他网开一面,被称为会使的魏叔,到底是因为什么才会被称为会使的,以及应该由谁来承担带来会使,骂名的历史经过吧? 说起这部编写时间超过政权寿命的北魏国史,还真是二十四史中一个极为特殊的例外,在北魏,公元386年,公元534年,享过148年的历史上,从最初开国国主拓跋归时代,由著作郎邓渊历经十年进行记录整理的代记开始,中途崔浩以国书续编,到最后魏收以魏叔收尾,即使从邓渊在公元403年因受到千年被杀算起,到魏收成书的公元554年, 也经历了151年的时间,这么长时间的修史,不但在中国历史上,即使是世界历史上,也许都是独一份吧,那么,这部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少数民族,北魏鲜卑政权的正史,为啥会花费几代人,这么长时间,才最后以争议不断的方式,瓜熟地落, 而且,令人哭笑不得的是,这么长时间的共同努力,最后修来的,却是被称为会史的苦果 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如果说北魏第一代史官邓渊,是因为受到权贵牵连被杀,跟他编撰史书没有直接的关系的话,那么中途接手,带领团队负责续编的崔浩,就是因为他负责编撰的国书,而引起先被上层权贵的极端愤怒,集体抗议,最后逼迫被称为一代民主的拓跋涛,不得不痛下杀手,丢具宝帅,最后,在公元450年,爆发了这起辅佐拓跋涛27年的三朝元老崔浩被杀, 祸及武卒,编写团队差点全灭,在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崔浩修史门事件,没犯天条,却惹众怒的崔浩被杀之后,后任的史官虽然也在继续努力编写,但是,有惨痛前车之鉴的他们,不知道是开始出功不出力,还是直接躺平,反正,到北魏灭亡,都没能交出一份完整的杂卷,直到魏收的出现,据说魏收当年是动请英来,继续负责编撰北魏国史的,而且,能力出众,唯力风行, 的魏收,带领他的团队,居然只用三年时间,就完成了本季十二卷,列转九十八卷,至二十卷,共计一百三十卷的北魏国史,跑了一百五十一年,编转北魏国史的马拉松比赛,居然是在最后三年,由魏收来冲刺完成的,说出来都令人感到难以置信,虽然魏收是,站在前辈邓渊和崔浩的肩膀上,但是,不可否认,以功师善赋,文采飞扬,在当时被称为,大兴小卫,成为北齐文坛领袖的, 魏收,还是有这种当仁不让,舍我其谁编转史书的绝对实力的,不过,魏收完成之后,魏收还没来得及高兴,就立刻遭到,以中书社人卢前为首的朝廷大臣的告狱状,和猛烈批评,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魏收被群起而攻之,眼看就要重蹈前辈崔浩的父者,但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被史书称为一代暴君的高扬, 不但没有治魏收的罪,反而将那些闹得最凶的朝廷大臣,以诽谤史书的罪名而定罪,编打二百下后,都被扔进了监狱,这就令人感到不解了,关键时刻,暴君高扬,为什么会支持魏收,难道仅仅只是因为,当初他对魏收的一句承诺, 当年魏收负责编转魏书时,齐宣帝高扬特意对他说,不要有顾虑,要饼笔直书,我是不会像拓跋涛那样诛杀史官的,这个承诺就是魏收得以大难不死的护身符嘛,想当年,拓跋涛让崔浩负责编转国际史,也曾态度诚恳地要求他一定要根据事实撰写,可结果呢,奉旨照办的崔浩引发重怒后,拓跋涛就出而反而,翻脸无情了吧,一代民主拓跋涛说过的话都可以不算数,你魏收凭啥感想, 相信一代暴君羔羊的一句承诺,魏收到底有什么背景,可以在这种风口浪尖上化险为夷,暴君羔羊凭什么在关键时刻兑现诺言,他俩到底是啥关系,其实说起来,魏收虽然是北魏票计大将军魏子健的儿子,也算是名门之后,但是,早期适才傲物的他过得并不如意,经常受到上级和同僚的打压和排斥,于是,到处碰壁的魏收,就主动要求去做谁都不愿意碰的编短锅是苦差事, 直到公元550年,高阳接受东魏善让成为北齐开国皇帝,齐宣帝,当时受命齐草加酒息,善让,劝进等文告的,就是秘书间兼著作郎魏收,可以说,关键时刻立大功,再加上魏收特别会察言观色,投高阳所好,魏收就成了高阳一手提拔并培养出来的自己人,所以,当那些朝廷大臣向齐宣帝高阳控诉魏收并指责魏收的时候,护短的高阳就毫不犹豫地选择支持魏收, 打击那些敢于叫板的大臣,那么魏收到底为什么会引发很多大臣的愤怒,并将之称为会使呢,这就得从魏收的人品说起,根据史书记载,魏收是个有才无德的反面人物,他在编转魏书时,就喜欢以自己的爱憎任意褒贬前辈人物,常常对人说,你是什么东西,敢和我魏收搭架子,白脸色,我在写史,台剧你能让你升天,贬低你能叫你入地, 态度实在是有恃无恐,嚣张得很,而且,聪明过人,特别会屈炎覆势的魏收,一方面对当朝权贵,极尽逢迎之能事,利用修史的机会,将他们的祖上收入史书粉饰一枚。 作为八戒的工具,另一方面,则是牙字必报,对过去有过矛盾,或瞧不上的同事组上,则轻描淡写,甚至不载入史书,作为报复的利器,甚至还利用别人,害怕他拿魏书报复,出现过吃拿卡药,接受贿赂的情况,反正,谁表现好,他的祖上就由魏收负责美化,宣传,当然,这不是魏收编转魏书,时才有的特权,而是几乎所有史官都拥有的隐形特权,早在高欢作为东魏相国, 权倾朝野的时候,有一天,宴请群臣,高欢就问心腹大臣,蒲叶司马子如,魏收担任史官,听说在我北伐的时候,有权贵们常常给他送好吃的东西,司马蒲叶你是否也曾经宴请过他呢?然后两人大笑,彼此心照不宣,所以,即使贵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相国,明知手下都上杆子,跟魏收搞好关系,高欢也同样对魏收很客气,就是因为高欢日后的名誉,善恶,怎么写的笔杆子,掌握在魏收, 当然,魏收跟之前的史官相比,也还算是收敛的,史书记载,当年陈寿编撰三国志时,就曾公开向丁义,丁义兄弟的后人索要一千胡米。 就因为没有得到,陈寿也就没给他俩立砖,陈寿也因此落下了骂名,由此可见,陈寿,魏收的所作所为,不是个例,而是从古至今历代史官的真实写照。 所以,魏收根据自己的脾气秉性,形式风格编撰出来的魏书,有包有匾,在讨好一些权贵的同时,得罪一批朝廷官员,那是肯定的了,中国史家都有军权神兽和天人感应的观念,记录君主言行和祭祀,军事等大事的史官,拥有最神圣的使命。 他们所记录的实际是天意,是天命的体现,如果有半点不识,那就是曲解了天意和天命,就是七天,正因为如此,历史在古代中国所起的作用,一定程度上等同于对神的崇拜和对某种宗教的信仰,翠浩正是不由自主地顺应了这种天命观,未能体会主子的真实意图,才酿成大祸。 这种天命史官,也恰恰不能荣于当朝的拓跋鲜卑皇帝,拓跋涛的心胸还没有唐太宗李世民那么大,李世民要求官室可以被臣子拒绝,还厚着脸皮继续要求,不敢动粗,该咋样就咋样,拓跋涛却只能学了催住,你接我家丑事,一刀砍了了事,眼不见,心不烦,五胡乱华的本质是什么? 不外乎民族强盛,眼蝉中原帝国的繁华与正统,也要一争高下,立国争夺天命与法统,皇家是大兴安岭洞里来的,一段国史把国家的法统都写没了,皇帝岂能容你,太平真君十一年,公元四百五十年,翠浩受国史之遇牵连,被遗灭五族十年七十岁。